一起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雖然還是吹西南風 但是水氣上面有比較減少一點 像是苗栗影南 有非常局部短暫的震雨或是雷雨 不過我們看北部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多雲稻晴 只不過在午後的先驅 還是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雨 還要看晚上開始 其實雨就變得非常少 不過在溫度的部分 中南部的高溫大概是32度左右 北部跟東半部會稍微比較熱一點 大台北地區花蓮縣宗谷跟台東 會有36度左右高溫發生的機率 那東南部還會可能出現焚風 所以氣象局也針對了部分地區 發布了高溫的橙色燈號 以及黃色燈號 就提醒您 務必要注意防曬多補充水分 才不會中暑啦 需要提供您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來看到在北部地區 基隆台北新北 最低溫是31度 最高溫會來到35度 另外在桃園新竹苗栗 最低溫是29度 最高溫會來到33度 另外在台東昭化南投 最低溫是29度 最高溫會來到32度 雲林嘉義台南 最低溫是29度 最高溫會來到32度 另外高雄平東南部地區 最高溫會有31度 好在東部地區也很熱 伊蘭花蓮台東 最高溫會有34度 另外在外島地區 馬圖金門澎湖 最低溫是27度 最高溫會來到30度 最高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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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溫會